在达文地区 七八十万就可以买一个 一千多尺的这种全新的townhouse 我就问大家它到底香不香 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位置 位于非常有自然环境感觉的 Maple Ridge 同时也拥有了 位于整个BC省排名前十的学校 在这边你既可以享受 比较便宜的房屋价格 又可以享受温暖的夏天 和温暖的冬天 又可以享受非常好的一个学校的排名 我就问大家到底香不香 好我们参观这个呢 是一个B户型三房三位 但它非常的不一样 它正面在这边 侧面其实这边呢是这个车库门 但是它拿这个树给挡住了 然后它这边看的是三层 但是它从它的那边看的 其实是两层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感觉呢 还挺不一样的 就因为它有个山坡嘛 然后你看侧面呢是这个车库嘛 进来之后也是双排车 整个的空间呢超级的大 有没有 然后呢这个 进来之后呢就是一个小的玄关 这边一个小的衣柜 如果大家想要增强一点视觉的感觉 这边可以放一个玻璃 放一个这个镜子 我们从这边上来之后啊 我要大家感受一下 整个客厅的一个很方正的感觉啊 这种方正的房型呢其实不多 它的挑高呢比较高 这边呢应该也是个衡量整个撑起的房子啊 如果你的屋顶不够高 那有这个梁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矮嘛 那像这种方正的感觉 可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做人啊 要有规有矩成方圆啊 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的open式的 开放式的感觉 厨房中导在那边 正餐区客厅看电视 然后它采光的是一面两面三面采光 而且这是二楼 但是你看从后院来看呢 这是一楼 整个的这个花园呢也是非常的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 这是丰树林 是一个有花园的地方 是一个物美价廉性价比超高的地方 是吧 这种感觉呢就是非常的舒服 你从这边走呢 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区里面走一走 然后我们回来这边 我们再近距离的看一下哈 在整个这边啊 像那边的工作室 你可以呢做一个 就像他这样的一个 built in的一个小的柜子啊 可以让你时时刻刻的这边工作 是吧 这个家里人在做饭 你在这边可以工作一下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电视 就是等等 就感觉非常的好 这种开放式的感觉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呢 也给了一定自由 就是说你可以这边放 一个reading corner 对吧 你可以这边是个正餐区 就是你想怎么做 这都是你可以自动去调节的 楼梯上来之后呢 这边也是哈 把这个墙给打通了 同一个设计语言 左右两边呢 是两个房间哈 我们去看一个就好了 房间呢就是规规矩矩吧 就是可以放个桌子 放个单人床 没有问题 这边呢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可以放一个双人床 也可以放一个小树桌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并排的这种洗衣 烘衣机 在这里 然后你呢 这边也可以去叠一下衣服啊 等等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主人房了 哦对 另外两个房间呢 是共用这个洗手间的哈 都差不多就不给大家看了 这边呢是主卧 主卧这边也是两面都有窗 然后双洗手池淋浴间 然后呢 这边呢是有两个小的衣柜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看南来北往的车 感受一下生命的躁动 是不是还不错 好 好